这台车昨天还在修理厂 刚刚更换了一个变装箱 它变装箱是怎么坏的 它其实不是正常使用坏的 这个变装箱就是上山越野的时候给踹坏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高尿二车八戒 今天啊碰到了一个大玩具 我非常的喜欢 虽然不是威巴 但是这台车在丰田系列带大梁车型里边 玩越野是最猛的 这台车是07年上牌的 F狗也是最早一批进入到国内的版本 直至如今现在21年了 它的外观和内饰依然一成不变 还是那个样子 咱们看一下这台在国内 卖了14-15年的一台没改款的 带大梁的硬派越野 到底怎么样 还是老规矩 看看外观和内饰 接着我给你讲一讲 这台F狗到底哪好哪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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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吓我一跳啊 这玩意真好 好开呀 有请我们大头娃娃领导 下车吗哥 你别说他了 你也一样 我我我的头没有领导的头发 一个信号吗 就扶着你家 这台F高呢 特别有意思 你看见没前面前方挡上面是三个一刷 这台车开起来唯一缺点就是视线不好 其他的要比他同门的普拉多 还有库鲁泽开的都好一些 为啥呢 这台车走距要比普拉多跟库鲁泽要短 然后呢 4.0的排量也是在4.0普拉多和4.0库鲁泽 还有他里边 F高的动力是最好的 因为他小也要比普拉多跟库鲁泽轻那么一丢丢 但就是这台车是个一门半的版本 他中间没有B柱只有A柱和C柱 所以整体的车壳的重量会减轻很多 然后这台F高呢是为越野而生的 但是你要真正上山的时候 这台车没有 木马人好用 因为木马人啊 他的前后走距要比他短一些 再就是什么呢 木马人是前后硬桥的啊 是硬桥的不是这个 这个是正常就是非承载式车身的 他俩底盘构造不一样 然后你要是真正上山攀岩的话 还得是木马人满满等等 这个库鲁泽适合干什么 他适合玩沙的 就是沙漠刷锅 这类的越野运动啊 非常的适合这个F高 所以说F高这台车 以这台07年来讲的话 他经历过什么 咱就无从说起 他的经历的东西太多了 所以说你想入手这么一台 二手的F高07年的 你真的是喊着泪去玩他 可能前好几任车主 对他做了很多 产无人道的越野经历 所以说这种车啊 尤其还有木马人 这类的硬派越野车 拿去玩的车 没有一个是原版的 就是不带改装的 很少素车 基本上都经历过一些改装 和一些越野 场地的柔力 所以说这么一台车 拿回来肯定得整备花不少 就以这台车为例 我这个小兄弟啊 他拿回来 已经干进去四块多 进行整备 还没全完事 接下来还有很多一些升级项目 这台车多少来的呢 他是21块 买来玩的 之前那台5.7的克莱斯勒 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他的车 他把克莱斯勒卖了之后 又开始玩这个F-GO 之前他还玩过一个木马人 非常的喜欢玩车 这么一个小伙子 真的是含泪玩车好多年了 虽然这台车已经经历了14年的风风雨 但是在这么一个环境下 太阳照着真好看 这个图可以做壁纸了 再配上一个非常好听的BGM 真的是满满灯灯 现在吧 这台车已经换装了百路池的台 之前是这个台啊 百路池的台 北地台 然后现在呢 因为东北是冬天 所以说四驱行驶 然后换了一套雪地台 还有四条百路池的地台 也升级了不少东西 你就想看这个后悬挂 前面的啊 这个简单器 都是后架装的 包括侧套 前后的经济杠 前面是绿美合金的 非常硬 F-Grow这车 我个人特别喜欢 为啥呢 因为每个小伙子 是吧 都有一个越野梦 我之前拥有过木马人 才有2.8T的 但是我那台车也没坐过 几千越野 我主要还是市区跑得多 买木马人对我来讲的话 最大的用处就是上马路 牙子非常方便 包括这个F-Grow也是 假如说我这两年是吧 手里宽裕了 闲钱比较多 我也会买这么一台F-Grow玩一玩 但是我会买一个 比较年限好的 没有玩过的 比如说1920年的 基本上40多吧 能买一个尊心的 现在新车应该是落地要50大级 将近60左右这么一个状态 如果是高佩戴 勾别而影响的话 这么一台21捆的 07年的硬派老越野车 你们觉得值不值 我感觉这台车呀 对于不喜欢它的人来讲 一文不值 对于喜欢它的人来讲 也不差那一捆两捆了 是吧 圆自己一个月的梦 满满灯灯 然后你们以为这种F-Grow 它不容易坏吗 其实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这种硬派越野车 我就这么跟你说 这台车昨天还在修理厂 刚刚更换了一个变装箱 它变装箱是怎么坏的 它其实不是正常使用坏的 这个变装箱就是上山越野的时候 给踹坏的 因为高负荷行驶 再加上扭力无限 扭矩无限放大之后 它变装箱承受不了 那种高强度的符合 一直在越野 一直在高强度运转 所以说它这台车的变装箱 也换过了 这个很正常 在硬派越野车里边 包括木马仁的变装箱 还有前后桥 你就上山下水 只要玩过几次之后 基本上都逃脱不了 修的命运 所以说对于这种硬派越野车来讲 换个变装箱大修发动机 修个前桥修个后桥 是吧 都很正常 就是属于家常便饭 可能你们没玩过不知道 但是对于玩过的人来讲 这种车 稀疏平常 家常便饭 坏一坏修一修 那就是 下个管子喝顿酒 那个概念 一个道理 所以说嘛 你要是想玩一个硬派越野车 那你就得忍受三天两头修一次 对吧 五天六天 扣一回 满满灯灯的 一个月俩月 你基本上可能连改装带修车 干进去 一台车钱都有可能 所以说这种东西就适合玩 它不适合假用 听懂了吗 你们学费了吗 然后这期的老高年二车就到这 这么一台F-girl 如果啊 你们还想了解这台车什么 评论区下方告诉我 天有点冷 拍的有点动手了 然后这期就不磨叠了 也不讲什么人生大道理 和那些心灵独一套了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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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